你知道全世界第二致命的公路在哪个国家吗? 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一向慢悠悠的泰国人动起来? 泰国的公路建设在东南亚国家中算是比较好的 各个府之间的主干道基本都是铺装路面 下道各个村落也被路网覆盖 出了堵城曼谷,不再拥堵 新奇那是相当自由自在 人一放松啊,油门踏板上的脚就会往下沉 不知不觉就会超速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四张超速罚单 这是我去年新年期间在泰国东北自驾玩的时候拍到的 以挂号性的形式寄到我的地址 一张差不多是在500泰铢 也就是100人民币左右的样子 现在问题来了 是谁告诉我泰国的电子眼比较少 然后超速什么的也没什么问题 麻烦你站出来帮我把这四张订单处理一下好不好 泰国人爱开车,爱开快车 这是唯一可以让他们效率起来的事情 在公路上经常能看到把皮卡开出F1赛车感觉的老司机 而且他们还爱喝酒,尤其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 这两个特质一结合 我们还是直接看结果吧 去年泰国一共有超过13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算下来平均每天有36个人就没了 这张图是去年新年假期期间泰国的车祸数据 不到一周的时间发生了2700多起车祸 死亡333人 主要原因分别是酒驾和超速都占了三成以上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说 泰国的公路是除了利比亚以外 全世界第二知名的公路 我们不管在哪里,在国内还是国外 我觉得开车都要注意的是行车规范 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类 最后我会给大家贴一段泰国有趣的小广告 当然不会给大家推荐任何产品 但是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猜一猜这个广告是卖什么产品的 下一期我会给大家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